读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37到第39节 我们一同来念 好 来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我们就读到这里 上两个礼拜我们全家去度假 所以今天回到这里 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看到我 就说欢迎回家 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温馨 一回到这里真的是充满感恩 那11月份真的是一个充满感恩的季节 我们不但是要为神 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来感恩 我们更是要为神在教会 或成就一切奇妙的作为来感谢 我就特别想到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个 Shakina Glory 这圣殿来感谢 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圣殿 那个完工 真的是献上感谢 想想看 能够神给我们在建堂时间的时候 给我们多么美好一个建堂的环境 不但让我们看见在整个美国的经济 整个股票市场不断地提升 而且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一年零五个月 可以说最短的时间里面 完成这样一个建堂的工程 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 哈利路亚 但是神最近提醒我一件事情 那就是建完了Shakina Glory这个圣殿 并不是神应许的一个完成 其实建完Shakina Glory圣殿 其实是神应许的开始而已 你还记得在我们20周年庆典的时候 神借了Mike Jacobs向我们发出预言 那是个神对我们这个圣殿的一个心意 神对我们说 如果我们将这个圣殿建造起来 神就要用祂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圣殿 换说神今天不但是要带我们 进入一个新的会堂而已 神的心意更是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当中 那就是神要将祂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圣殿的里面 什么是神的荣耀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荣耀觉得很抽象 不是很明白 什么是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其实就是神自己 但是神是个灵 人没有办法按照肉体能够看见神 或者是能够感受到神 同样神的同在也是我们看不见 也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但是神为了怜悯我们 所以神就用我们人所能够看见 人所能够感受到的方式 能够彰显出祂的同在 那就是神的荣耀 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 在摩西的会幕 我们看见在会幕的上空 就是有云彩 神的荣耀如同云彩遮盖 以色列看见这个云彩 他们就明白神的同在 所以我们看见所能的圣殿也是一样 在所能的圣殿里面是有云彩充满 甚至祭司在圣殿里面都无法站立 那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他们感受得到神的同在 在新约时代我们看见 神界的初代的教会 行神迹奇事 叫众人看见心存敬畏 甚至外邦人走进教会 他们浮浮在地 他们说神果然在你们中间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 那就是神同在的彰显 弟兄姐妹 这是神对Shakina Glory圣殿的心意 我再做到我们建完了Shakina Glory圣殿 这不是神应许的完成 建完了Shakina Glory圣殿 才是神应许的开始 Amen 神今天要再一次提醒我们 不要停留在神过去的恩典当中 好像过去一年 我们还停留在建丸功臣这件事情上 但神的心意是要继续带我们向前 要进入神应许的祝福当中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重新来预备我们自己 好让神的应许能够实现 好让神的荣耀能够充满在我们中间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法呢 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 三方面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 第一个 我们要可慕主的同在 跟你们说要可慕主的同在 37节这里主说 人若什么 渴了 今天我们若是希望 主的同在能够彰显在我们中间 第一件事情 就是需要我们来可慕神的同在 就好像诗篇42篇第一节 我们看你自己说 神啊我的心切勿你如露 切勿其水 诗篇的作者形容到 他对神的渴慕像什么呢 像露切勿其水一样 当露很渴的时候 他知道其水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不顾一切会奔跑 要到其水旁去喝那个水 如露切勿其水 对露来讲那是不可没 不能没有的事情 不是那个渴有渴无 是他必须的 是不能够没有的 听众姐今天我们若是希望 神的荣耀同在充满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必须要为神 营造一个渴慕的环境 我们渴慕主的同在 我们不能够没有主的同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你 就如露切勿其水一样 今天让我告诉你 神的同在 只有在一个充满渴慕的环境当中 才能够被彰显出来 Amen 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渴慕呢 或者说不那么够渴慕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 你知道渴慕需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要知道自己缺乏 不然你怎么会去渴慕呢 第二个你要知道主有答案 不然你不会到主的面前来 两个条件都需要有 你还记得耶稣的母亲 被邀请到加拿的婚宴 婚宴一半 他们酒用尽了 用尽了 没有了 所以耶稣的母亲到耶稣面前 他们没有酒了 他知道耶稣有答案 他把需要带到耶稣面前 他知道自己的缺乏 他知道耶稣有答案 他来到耶稣面前 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也是一样 他患血漏病 花了一生所有的积蓄 用尽所有都得不到医治 用尽了 又缺乏 但他知道耶稣能够医治 他相信他摸到耶稣 耶稣以上的碎子 他就能够得到医治 第二点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生活在物质文明的世界里面 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的需要 你知道吗 我们就什么都有了 我们不觉得需要神 我常发现今天我们 在现代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不觉得很需要神 就像圣诞节的故事一样 你看见东方的博士 变卖所有的一切 来寻找耶稣 变卖一切 来到耶路撒冷 到文师那里 问说那圣诺赛来做犹太王的在哪里 这些文师根本不用翻圣经 也不用想 立刻就可以回答 都在都知道 他生在伯利恒 根本不用翻什么 都知道 但不去 虽然知道 这么近 伯利恒的耶路撒冷 这么近 不去 为什么 不觉得需要 东方博士 变卖这一切 来追寻 为什么 渴慕 觉得需要 你懂 听众姐妹 我常常觉得今天 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的 怜悯我们的什么 怜悯我们的不渴慕 如果是我们不渴慕 神的荣耀怎么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 神的同在怎么能够彰显在我们中间 弟兄姐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缺乏 我们要渴慕神 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需要 第二个我们也不知道 主的恩典何等的宝贵 不知道主的恩典何等的宝贵 你要知道 肉体的饥饿跟属灵的饥渴是很不一样的 肉体的饥渴 只要你不吃不喝 就饿了 就渴了 只要你不吃不喝 你就一定会感觉到饥渴 属灵的饥渴正好相反 属灵的饥渴是 你越来靠近神 就越渴慕 更多靠近神 你不来靠近神 你就不觉得需要 可是你越靠近神 越亲近神 你就越觉得渴望更多的要被神所得到 相反 属肉体的是不吃不喝就觉得饿 属灵的是越亲近神 越渴望更多的被神得到 比如在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 这里怎么说呢 所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乃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乃一样 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什么 尝过主的恩的罪 就必 换说你尝过就知道你就更加爱慕 正想就必 就必怎么样 就必爱慕 你尝过就爱慕 越加的爱慕 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渴慕 因为我们不来靠近神 不来靠近神 很多时候我们人喜欢来到大崇拜当中 觉得很热闹 气氛好 人气旺 我们喜欢到小组聚会 三朋无有不亦乐乎 特别是会后的点心更加吸引人 你们我们喜欢来到人的面前 我们希望听人讲一些智慧的话语 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来到主的面前 虽然有时候我们也来到主的面前 但倒不是为了可慕主的缘故 我们只是希望事情赶快得到解决 问题得到解决 主啊 请你快快帮助我解决问题吧 好 让我回到我以前正常的光景吧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问题解决 来到神的面前 却不是单单为了主 难怪我们的信仰生活 常常从一个危机到下一个危机而已 但今天主呼召我们 就是到祂的面前 你读诗诗诗福音 每一次多少次神说来 来到我这里 凡劳苦丹重担的 今天你劳苦重担吗 在工作 在家庭 多少在生活 充满了忧虑 充满了压力 好像永远你在解决问题 好像永远解决不了你的 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活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如何 其实多少次后主就呼召我们 Come 来 来到我这里 主多么渴望我们到祂的面前来与祂面对面 因为祂知道唯有祂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 Amen 今天求神来帮我给你一个渴慕 今天我们要重新来渴慕 知道你一切的答案都在祂手中吗 渴慕神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重新渴慕主的同在 第二 我们要领受神的圣灵 跟你们说要领受神的圣灵 多多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什么 喝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就不大明白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来喝呢 吃喝 都是人生最简单的事情 你饿了就吃 渴了就喝 最自然 吃喝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单纯的领受 你不必去分析说这个东西的成分是什么 你也不需要明白说整个消化过程什么进行的 No 你饿的时候拿东西吃就是了 渴的时候拿水喝就是了 是一个单纯的领受 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月 主耶稣特别说 这件事情是指的 我们要领受圣灵而说的 这个领受圣灵不但在信主的时候 我们能够领受到圣灵的内住 更是在信徒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领受圣灵的充满 你们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到圣灵充满的时候 总觉得是很难的事情 好像要认罪要呼求很难的 弄弄弄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圣灵充满是很简单的 就是单纯的领受就好了 承认你的需要就像喝水一样 承认你的需要很干渴 我这个需要一张开口 我们看见神就领受 圣经说我们大大张口 神就怎么样大大充满我们了 但为什么不张口呢 因为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很多的意见 我们总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是那样 特别我们在Silicon Valley的这些信徒 我们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总觉得 信徒应当是这样 不该是那样 特别是我们也常常觉得 我们很耗面子 不是吗 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有这种需要 所以很难张口 我们很难张口我发现 我们很难承认 我们需要 其实圣灵充满不是那么困难的 是单纯的领受 承认我们的需要 单纯的领受 张开口来 神的灵就要大大充满我们的 Amen 你知道Moodie 他是神所使用在美国 非常出名的布道家 当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带领布道会 在布道会他在讲道的时候 就发现坐在第一排有个姐妹 好像都不专心在听讲道 只拼命在祷告 他就蛮不高兴 为什么有一个人坐在第一排 不听道在祷告呢 所以他就结束 他就问这个姐妹说 姐妹你刚才在祷告些什么 他就对穆迪先生 我在你讲道的时候 拼命为你祷告 希望圣灵大大充满你 他听你很不高兴 你知道吗 他说我这么有名的布道家 你还说我没被圣灵充满 很不高兴这件事情 但从那天开始 他心中就忽然间有一个渴望 他就跟着主啊 难道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吗 我真的没有被圣灵充满 但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 也不知道会从那天开始 这个问题就在他脑海当中 没有办法除去 他每天就在问神说 主啊 我怎么要被圣灵充满呢 什么是圣灵充满 怎么样被圣灵 他一天到晚就想着问 又想着问题 结果有一天 当他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 走在街道上 他因为这样的可恶 这么可恶 忽然间圣灵就浇灌他 充满他 就被圣灵击倒在街道上 想想不好 多没有面子的事情 当场在街道上 圣灵充满说方言 人家说 我能干什么 说没面 真没面子 我告诉你 但感谢神 从那一天开始 他的侍奉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侍奉的果效 是千百倍比他以前的侍奉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需要 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来 那我放下我们一切的想法 放下我们一切的面子 承认我们 何等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 有很多人说 我们教会灵恩灵 我告诉你 Who care 人家怎么说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 谁不需要圣灵的充满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需要圣灵 不管别人怎么label我们 我告诉你 我们需要圣灵 大大充满我们 在这样的世代 你如果不被圣灵充满 你怎么不是神 你怎么去传福音 你怎么面对 现在在世界各样仇敌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 主说人若渴了 我每次想到这句话 我就觉得 实在太宝贵 你知道主没有说 人若圣洁 那我们全完蛋了 没有办法 主也没有说人若完全的 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No 主说人若渴了 那就是我们了 那就是我们了 我们渴了 那就是我们了 我们渴了 主说人若渴了 可以带我来喝吗 单纯的领受吗 大大张口 神就大大充满 Amen 我们要领受圣灵 我们要重新来渴慕 重新来领受神的圣灵 Amen 第三 要让圣灵的江河涌流 跟你们上讲 圣灵的江河涌流 跟他说 三十八节里面 主说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主在这里特别说 是信我的人 相信 信心太重要了 弟兄姐妹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们今天想得神的喜悦吗 你一定要凭信心了 你不能再凭你的理性 来服侍神 凭理性来过生活 不可能 因为只有透过信心 你才能够得神的喜悦 怎么样的信心 这讲两种信心 不但要信有神 而且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 不但相信有神 而且相信神是信实的神 什么是信实 换句话 是神所应许的 他必成就 Amen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 讲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 是怎么样 因为主耶稣呢 他是为我们信心 怎么样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是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换句话说 主做事 不会做的一半就说 啊 对不起 搞错 不会 神不会搞错 神的时候跟方法 也许不见得是我们所期待的 但神所应许的 他必定成就 主对这个教会 是有应许的 主的应许是说 当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 他将的荣耀 充满这个圣殿 主的荣耀 就是什么 就是他同在的彰显嘛 这就是主对我们的应许 主所应许的 必定成就 今天无论我们怎么看 我们所处的环境 今天无论我们怎么看 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 觉得好像怎么看 都看不见 主的荣耀要降临 我告诉你 无论我们怎么看 我们自己 主所应许的 必定成就 主的荣耀 必定要充满在这个圣殿的里面 主的荣耀 必定要彰显在我们中间 当人走进这个圣殿的时候 他们就要遇见神 事实上我在灵 事实上我在灵里面看见 神的荣耀是这样的强烈 强烈到一个地步 人走进这个会堂 甚至还没有开始敬拜 甚至还没有开始讲道 他们就被神所触摸 因为不是我们的敬拜 也不是我们的讲道 是因为主被高举起来 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自己 哈利路亚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见 主所应许要成就在 我们中间的事情 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神所应许要在 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情 圣经说 信就是所望之士的实体 只有当你看见了 你才能够相开始相信 你若看不见 你就不可能相信 只有你看见了神所应许要成就 你才可能开始相信 而且确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Amen 一旦你开始相信 我再说你必须要先看见 你要看见神要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 然后你就有信心 把你拿开的信心 一开始有信心的时候 38节主就开始说了 在我们腹中就会 活水江河涌流出来 若你没有看见 就不可能有信心 活水江河就不可能涌流出来 活水江河要从我们腹中涌流出来 这个叫腹中 为什么是腹中啊 腹中有两种意思 杜腹 两种意思 第一个代表力量 你做事要束腰 为什么 因为力量从这里出来 第二个我们看见 杜腹代表宝足 你必须要保足嘛 换说圣灵江河涌流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两件事情会发生 弟兄姐妹 第一个 神大能的作为要彰显 跟你们说 神大能的作为要彰显 跟他说 就好像在五旬节的时候 你看圣灵江河涌流在门徒们的身上 使律上二章第四节怎么样 他们就都被什么 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 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 在教会里面 后来彼得向当时的群众 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 他也经历了神 话语的大人 他一开口 三千人就归向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当神的复兴的火降临的时候 教会一定充满神迹奇事的 因为圣灵的恩赐要运行出来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这些恩赐 是单单给牧师或传道人身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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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十六天二章十七十八节怎么说呢 我们一同来一人来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什么 凡有血气 谁是凡有血气的 谁啊 就是我们 你们的儿女要做什么 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什么 建异象 老年人要做一模 十八节 在那日子我要将我的谁 灵浇灌我的仆人跟死女 他们都要说预言 换句话说这里什么样 男女老幼都包括了啦 少年人 儿女 老年人 死女 仆人 通通包括了 男女老幼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机的器皿 今天无论你看你自己多么平凡 我常说 今天中国基督徒常常有一种 我叫属灵的自卑感 你知道 我们总觉得 神要使用 就是你们的牧师 传道我们 大概神不会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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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了 当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 神要在你身上 怎么样使用你 Amen 当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 你我都要在神手中 被神所使用的 Amen 你要知道 当主的荣耀 充满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我常说你啊 就成为一个 Gloria Carrier 你成为一个 带着荣耀走的人 就是你 你是个Gloria Carrier 我问你走到哪里 你就要期待 属灵的气氛 要被改变 你走到你的家里 你家里的属灵气氛 要被改变 走进你的公司 那公司属灵气氛 要被改变 因为你是 Gloria Carrier 神的荣耀在你身上 无论走到哪里 那个气氛要被改变 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神经其实要发生的 Hallelujah 神的大能的作为 要彰显出来 第二 神喜乐的灵 要大大充满 跟你们说 喜乐的灵 要大大充满 当圣灵的江河 开始涌流的时候 我告诉你 有个最明显的记号 最明显的记号 是什么 喜乐 Joy 因为人开始经历到 神的大能 自然就充满了赞美 喜乐就充满在我们中间 你们 这为什么神的复兴降临的时候 人们渴望到神的面前来 为什么 因为在神面前 有满足的什么 Hallelujah 满足的喜乐 不是暂时的快乐 是满足的喜乐 这种喜乐 不是因为你的环境很顺利 不是的 而是一种心灵里面 涌出来的喜乐 圣经说那种 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我好喜欢这些 是说 unspeakable 说不出来 讲不出来 人家看你那么喜乐 人家说 你为什么那么喜乐 你的环境这么糟糕 为什么 人家怎么都干嘛 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喜乐 你的环境这么差 怎么喜乐 但是说不出来 就是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 是神的荣光 在那种喜乐 无论环境如何 我们灵里面 这种喜乐 Hallelujah 事实上 这种喜乐的见证 是初代教会 增长的一个原因 你要知道 史律章二章四十七节里面 我们一同来念 赞美神 他们得众名的喜爱 主就将得救的人 怎么样 天天 你看初代教会 他们传福音 不像我们很费力 要拉人来信 来求求你快信 没有啊 没有啊 他们的赞美神 喜乐 充满喜乐 这个喜乐是最好 吸引人来的到教会 来到主面前 那个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人看我们 如此的喜乐 Hallelujah 我告诉你 今天教会需要悔改 我们好像失去了 主的喜乐的灵 我告诉你 以至于别人 不肯来进去教会 知道教会干什么 你别人还愁苦 来这边干什么 那种教会是要喜乐的 这个世界 需要这个喜乐的灵 这个世界看见 我们在灵里面的喜乐 他们就羡慕 他们就被吸引 来到神的面前 Amen Oh,对 你们喜乐的灵 能够断开 一切沉重的恶 这个世界上 多少人 今天在忧郁症的里面 忧郁症的捆绑当中 走不出来 怎么走出来 专家也帮助不了 什么心理学 也帮助不了 只有喜乐的灵 喜乐的灵 浇灌一下那个 断开一切忧郁症的捆锁 Hallelujah 喜乐的能够断开 一切疾病的捆锁 因为神的话说 喜乐的心乃是 良药 Hallelujah 神的喜乐一充满 疾病就要离开的 我告诉你 当神的喜乐充满在我们中间 的时候带来翻转的大能 Hallelujah Oh,弟兄 你们让我再一次告诉你 今天我们开始在 Shakana Glory 这个圣殿局 我要告诉你 这本身是极大的恩典 但神的心意 不是我们停留在这里而已 神的心意 不是这个圣殿的本身而已 神有更伟大的应许 Hallelujah 祂要带我们进入 这个伟大的应许当中 那就是祂在我们中间 要彰显祂的同在 那就是祂的荣耀 这些日子来 我真的感觉到 神乐意 何等乐意 降下祂的荣耀 彰显祂的同在 在我们中间 事实上我感觉 神比我们还着急 神比我们还着急 神还 他说你们 Come on 快一点 快一点 预备一下 神很渴望降临 只是我们还没有预备 那这段日子 我们牧师们 也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们在神面 求信 回到神面 我们求神联名我们 主啊我们说 主要求祢联名 让我们重新一个渴慕 渴慕祢的同在 原谅我们 好像我们忙于 这一切的事工 这事工都很好 但是我们求神联名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 其实真正的心意 是神的同在 荣耀的同在 要降临 这才是主的心意 我们回转到神 主要求祢 让我们重新来渴慕祢 重新承认我们的需要 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 需要你圣灵的浇灌 我们不想再依靠自己的势力 跟才干能力 我们要依靠你圣灵的大能 好让你圣灵的江河 涌流在我们中间 Amen Hallelujah 但弟兄姐让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中不是很 不是很哀伤 没有 我心中充满了兴奋 因为我真正知道 神所应许的 祂必须要成就 Hallelujah Amen 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Focus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上 Focus在神的应许上 神在这个教育上要成就的 是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 Amen 你相信吗 你必须先看见 你看见了就能相信 Amen 你相信了事情就能够成就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神所应许要成就的事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先上感谢 谢谢你在我们教会 有这么伟大的应许 让我们今天重新回到你面前 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今天向你来呼求 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 我们求你今天再次 大大充满浇灌在我们中间 Hallelujah 主啊再次把整个教会 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 让我们重新来渴望你 Shakina Glory 这不是一个圣殿而已 这不是一首歌而已 而是你的心意 你要将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 你要彰显你的同在在这里 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能够遇见你自己 主啊真的让我们在你荣耀的计划当中 有分 让我们在这时刻 我们渴慕你 我们敞开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与你来同工 愿你自己的应许成就在我们中间 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一同祈礼我们唱这首歌 你国度降临 我 有分 上海的 神的荣耀 将您这里 我们渴望你 祈祢同在下开道 神的荣耀 从满身边 我们请拜祢在荣耀之中 我们欢迎试着祢的造访 再一次彰显的荣耀同在 我们欢迎圣灵与兴行 以国度降临掌权在彻底 打开天堂的门 张下祢的荣耀 神借我照耀 祢能听着线 打开我的眼睛 看见祢的荣耀 抚抚敬拜祢 我祝我望 闪开道 神的荣耀 将领着祢 神的荣耀 我们可望祢 同在下开道 神的荣耀 不得祢 充满身边 我们请拜祢在荣耀之中 神的荣耀 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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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开道 神的荣耀 降临这里 我们渴望你共在向开道 神的荣耀 崇拜圣殿 我们请拜祢在荣耀之中 弟兄姐妹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神要在我们家所做的工作吗 如果你看不见 你就不可能有信心的 什么时候在领你看见 你就能够相信 你能够相信 虽然也不能够见 你能够相信 相信神的应许 当你相信的时候 我谁将会就要永留 阿里路亚 阿们 同生开口 同生开来祷告 整个教会来祷告 同生开口向主来呼求 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重点 阿里路亚我们赞美人 圣耀的灵来祝祂 大大充满教会 我们向你来呼求 抓住抓住的英雄 来祷告 是的 主我们看见 我们在灵里面看见 看见能不能忘记 这个荣耀 降临下来能忘记 阿里路亚 我们赞美祢 谢谢我们的主 喔 开我们的眼睛 多看见祢 我们的荣耀降临在我们的中央 喔 哈利路 上开那 神的荣耀 降临这里 我们渴望与祢同在上开那 神的荣耀 充满神殿 我们敬拜祢在荣耀之中 上开那 神的荣耀 降临上祢 我们渴望与祢同在上开那 圣地荣耀 充满神殿 我们请拜祢在荣耀之中 我们请拜祢在荣耀之中 祢在荣耀之中 哈利路亚 赞美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是的主 这是祢的应许 祢说祢要将祢的荣耀充满这点 这是祢的应许 祢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求祢看我们的眼睛 看每一个会中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 看见祢所要成就的工作 我们就能够相信祢 我们就能摆上在祢手中 被祢所使用 你的应许就能够借着我们成就 祢的同在就能在这里彰显了 让每一个走进这里 看见祢的荣耀 就遇见祢 被祢得着 哈利路亚 谢谢祢 再次让我们整个教会同心合一 与祢来同工 摆上自己 直到看见祢应许成就在我们中间 哈利路亚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祢 现在主耶稣是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上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来祢要归给我们的神 跟你旁边听我们的就是 我们必定看见神的荣耀 跟祂说 上帝祝福你们 阿们